作为太平洋中学学生的家长 同时我作为一个国内普通高校的教育工作者 我认为我将我的儿子泰克送到太平洋中学学习 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因为在这里是因人施教 以人为本 在这四年当中 我看到儿子真的是在茁壮地成长 因为大家知道 他是在国内我们是一个独生子女 国内独生子女的所有缺点 在他们身上都一个集中的体现 但是在太平洋中学这四年当中 我真的看到他在茁壮成长 因为这里不仅教会了他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基础 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本功 从这一次他拿到了 UCI UC San Diego 包括普渡大学的入学通知 就可以说明他四年的努力是得到了回报 学习成绩提高的同时 我和他的情商也在不断地完善 他的心智在走向成熟 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他跟我们的聊天 他跟长辈的沟通 他对父母的一种感恩 包括他参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 他这种社会责任感都在不断地加强 所以我认为这四年他是真正的得到了一种收获 我作为家长我也非常的欣慰 最后呢我想以我儿子的一句话代表我的心声 我儿子经常跟我说 在四年当中我以太平洋中学为荣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将以我的行动 让太平洋中学以我为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